夫妻反目成仇有多可怕 为了报复自己老公 女人抽了两身血洒在地板上 再用抹布擦掉 警察赶到现场用荧光剂取证 认为这里发生过命案 接着又找到跟铁棍 涂上自己的血后藏了起来 警察找到后 又会认为这就是凶器 伪造好案发现场后 接下来就是作案动机 艾米先是刷爆丈夫的信用卡 然后冒充丈夫的名义 给自己买了份高额保险 只要警察查到这里 就能推理出丈夫破产后 筹划了一起杀妻骗保的命案 那究竟是什么原因 导致艾米如此处心积虑 想要知丈夫尼克于死地呢 原来这两人都是作家 但艾米近几年突然爆红 收获了一大批忠实粉丝 两人也迅速踏进婚姻殿堂 但婚后理念出现分歧 尼克好吃懒做 花钱更是大手大脚 还在外面养了个情妇 望着不思进取的丈夫 艾米决定给她一个小小的教训 先是查看大量的刑侦书籍 接着精心伪造了案发现场 然后假装消失不见 而另一边 尼克回家发现妻子不见 客厅的茶几还碎了一地 以为妻子发生了什么意外 于是赶紧报了警 警察赶到现场后 凭借多年的破案经验 迅速发现了橱柜上的血迹 接着又察觉到地板上 残留大量冲洗血迹的痕迹 还在考虚里发现代血凶器 不由地让人怀疑丈夫在贼喊抓贼 尼克瞬间就不淡定了 表示警方应该帮忙寻找妻子 而不是怀疑他这个报案人 警察接着又进行了二次搜查 这次他们在尼克家的壁炉里 找到艾米烧毁一半的日记本 上面记录了他和尼克 从相识相爱到感情破裂的过程 并指出尼克近期家报他 甚至多次想杀害自己 警方认定此事是尼克所为 可现在还缺少直接性的证据 于是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希望艾米的粉丝也能帮忙寻找 可在新闻发布会上 尼克居然在镜头前笑了 这个女人拿起锤子 竟然朝自己眼角狠狠砸去 接着故意接近热心邻居 谎称自己被丈夫家暴 他做这一切居然是为了报复丈夫 因为妻子失踪这件事 尼克很快就被全网关注 大家发现他在妻子失踪后 不仅没有一点悲伤 反而还笑得很开心 很快就遭到众人的唾骂 或于舆论的压力 尼克只好再次召开新闻发布会 公开表示妻子失踪和他没有关系 并向妻子申请告白 请求大家能帮他寻回妻子 可就在这时 人群里冲出了一个孕妇 声称自己是艾米的邻居兼闺蜜 他告诉大家 艾米已经怀孕两个月了 却每天都遭到丈夫的毒打 这个消息震惊了在场所有人 尼克健壮只能仓皇逃走 原来艾米觉得伪造案发现场还不够 于是他盗取了怀孕邻居的尿液 制造了自己怀孕的假象 艾米这一顿操作下来 秀得尼克头皮发麻 他知道妻子在陷害自己 可他无法找出证据反驳 只能任由警方将自己逮捕 另一边艾米改头换面 他改变了发型和穿着 在郊外租了一间房子 每次都只是用现金结算 但还是发生了意外 在一次户外运动 钱包不小心从身上掉落 被一旁的邻居看见了 于是晚上就被洗劫一空 这下真的是无家可归了 无奈之下只能联系上前男友 表示自己被尼克家暴逃了出来 前男友也是个舔狗 觉得自己机会来了 于是趁机把艾米带回了家 但是前男友的控制欲很强 他在房间各个角落都装了摄像头 监视着艾米的一举一动 这可让艾米接受不了 而在另一边 尼克则花重金找来金牌律师 让他帮自己打赢这场官司 律师提议让尼克参加一场公开采访 并在采访中大访承认错误 挽回自己的形象 采访中尼克说自己是个海王 然后当众向艾米深情告白 希望能得到他的原谅 并承诺自己会做个完美丈夫 艾米看着电视采访里的丈夫 他动摇了 那个心目中的完美丈夫又出现了 但他现在还不能就这么回去 不然大家都会觉得被他欺骗了 望着眼前的田狗前男友 他产生了一个邪恶的念头 这个男人是个田狗 就在他以为自己拿捏住女神时 突然就被女人抹了脖子 艾米望着眼前的田狗前男友 决定牺牲他来成全自己的幸福 这天艾米趁着他要出门上班 于是故意贴上来咬破他的嘴唇 然后弄乱了他的头发 解开他的衬衫 还对他说你这样真男子气 前男友还以为自己的王霸之气复苏 已经彻底征服了艾米 等前男友一离开 他就开始顾忌重施 用绳子缠在脚腕上伪造捆绑痕迹 接着用葡萄酒染红自己的衣服 最后跑到摄像头下痛苦 假装被前男友拘禁 为了做得更逼真 艾米又用绳子在手腕上 留下了被捆绑的伤痕 到了晚上前男友开心地回到家里 正准备完成早上未完成的事情 接着就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 第二天 浑身是血的艾米回到家里 尼克看着眼前的一幕惊呆了 只有他知道艾米是伪装的 医院里艾米告诉警察 自己被前男友绑架囚禁 每天都被他不断侵犯 医生送来报告 证实了艾米体内有前男友的体验 就这样警方只能相信艾米编造的事实 但尼克知道眼前这个女人是个杀人犯 他执意要离婚 但艾米却很心机地告诉他 如果这个时候离婚 他就会被所有民众所唾弃 舆论将会讨伐他 就这样 二人成了名存是王的夫妻 白天在朋友和媒体面前秀恩爱 晚上则分房睡 尼克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 他害怕自己哪天睡着后 就见不到第二天的太阳了 但艾米承诺不会伤害他 只要他扮演好完美丈夫的角色 就在尼克快要崩溃的时候 艾米送给他一个礼物 是的他怀孕了 原来艾米私自去医院 取出尼克的冷冻精子 然后进行人工受孕 尼克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艾米回答这就是婚姻 影片就此结束 电影《消失的爱人》上映于2014年 他告诉我们婚姻需要经营 只有双向奔赴 才能获得一个美满的结果 观众朋友你们觉得呢 好了 再见